欢迎收听新闻 我是余燕 我们都知道行动思想家 郑南荣先生 一个在台湾出生的 他在那个台湾戒严的时代 发行了自由时代周刊 批判时事 公开主张台湾独立 而且要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我这个时代 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到了现在 作为一个媒体人 新闻人 心里都很感念 这段历史 我们不能放不下 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 是这些前辈们 为我们用鲜血打造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那就是郑南荣先生的女儿 郑竹梅 来我们欢迎竹梅 早安 早 于昕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这是自由时代创办人 郑南荣的女儿 我对她的印象 一直停留在 六岁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记得 九岁的时候 对 当时你写了一首诗 就是爸爸就是我的太阳 爸爸不见了 太阳就不见 类似是这样 然后我就从当记者 这么多年来都记得 这个部分 那您心中的爸爸形象 到目前是什么样 你知道爸爸当年举办了 好多场大型的社会运动 还有初刊写文章吗 是小的时候就知道 还是长大 越来越发知道呢 应该是长大以后 比较 尤其是最近几年 又再更回去看 那时候的文章跟资料 才更了解 他那时候做的运动 从1986年的519反戒严 到1987年的228平凡 还有1989年的新国家 你在这从爸爸过世之后 或是爸爸过世之前 你的学校生活 有受到任何影响吗 最大的影响就是1989年 年底 妈妈去参选 然后当选立委 那我们家当然就是 从爸爸过世之前跟之后 有了很大的差别 对 过世之后我们就 就是一般单亲家庭一样 但是只是妈妈又变成公众人物 那我们也在练习 怎么变成公众人物的家属 哦你客气了 这些年来 我觉得你都很少用 这个正男的女儿的身份 或是叶菊兰女儿的身份 在公共场域里面发生 你每次讲话的时候 都是以竹梅自己的身份 对不对 那有一个私人问题 我一直很好奇 当时看到文章里面有提到 就是从正男荣先生辞世之后 你们一度是把他的骨灰 是放在家里 有时候出门的时候还点了灯 因为担心他一个人在家会寂寞 这件事情您都一直记得吗 有就是 先是放在家里 后来是放在 后来妈妈的服务处 也是以前自由时代杂志的原子 放了快十年 所以等于是 我放学回到家 或者是回到服务处 都可以看到他 对 那一直到十年之后 我们才把他搬到金宝山 对 那个时候的感想呢 啊爸我回来了 对 就有的时候出门 会跟他讲一声 会来跟他讲一声 然后想到的时候 会给他一杯咖啡 对 但是 有给他淹吗 呃 因为我不喜欢他臭淹 你都记得 对 所以我就 有的时候 因为他朋友会给他淹啦 他的朋友们来看他都会给他淹 那我可能就是泡个咖啡 在学校受到委屈的时候 会不会跟他讲比较久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我不太记住 但学校没有受到委屈 因为 但我是后来才知道 其实是我妈妈 每年我换新的老师 她都会 特别先跟老师打招呼 说我们家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我 生长在的那个年代 1989年 然后1992年 到1996年 其实是台湾 逐渐迈向民主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遇到的老师跟同学 其实都很温柔 我觉得是你 也是一直调整的很好 我一直很想请教你 当年你的爸爸 郑南荣先生 坚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和台湾独立的主张 而且他行使抵抗权 拒绝出庭 在杂志社自求了71天 最后以心境平和斗志高昂 来回应所有记者的访问 而且等于是冷静的面对死亡 你还记得当时 那个时候你才几岁 那当年那段时间 你和妈妈会去到 这个 就是杂志的这个地方 他自求的地方 会去找他 会看他吗 那一段记得多少呢 其实他自求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 我们都会住在杂志社里面陪他 所以我们就会一家三口 挤在总编辑试睡 然后可能大家会抢着睡沙发 或者就是抢着睡比较好睡的床 对沙发床或行军床 一直到4月7号的那天早上 那 但我印象中的爸爸都是 对小孩都是 还是一样 一如往常的 很温柔 可能 顶多是气氛 是有点紧张 但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是为什么 对 就是周围的大人 有的时候氛围比较紧张 可是郑南荣对于女儿 就是他还是一样的态度 包含那天早上 就是一样 就是 我记得也是 顶多是有点 想要叫小孩 赶快起床的感觉 讲一下那一天 关键的早上 1989年4月7号 上午9点10分 当时是中央分局刑事组长 这位是现在的新北市长 侯友仪 带队到杂志社 逮捕郑南荣先生 那在他自焚训道之前 他的三弟 也就是你的叔叔 郑造基 你还有爸爸的同事 十余人还在杂志社里面 那那个时候你是 就是侯友仪在下面敲门 那你们是从 杂志社后阳台走的 是不是 那当时是爸爸叫你走的吗 那这一段 你还记得多少吗 就那天 爸爸就赶快叫我起床 叫我赶快跟 一位杂志社的会计 邱阿姨赶快 离开 对 那小时候 小孩子其实会赖床一下 然后 后来我们就 因为前面没有办法出去 就是开始有烟 所以我们是从后面 那其实那时候是不清楚状况的 对 因为后来有一度就是 全部的停点 虽然其实是早上 但是 也因为 电话其实一开始有 全部都响 后来全部被切掉 对外的通讯是不通的 是被切掉的 对是被切掉 那我后来 可能余燕姐也知道 我今年七月有去 草专会看 就是政治监控档案 对 我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那时候 我们是从上面 下面 后面其实都被包围了 然后大概是上百名的警力 包含正报 施行大 跟很多的 很多的国家的权力 还有那时候的公务人员 那对照 因为我最近也刚好在整理资料 在看后来的1989年 4月7号 后之后 4月8号当天 各大报的简报 有一度主流媒体的报导是说 他们没有办法掌握 杂志社内部的情况 可是对照 我后来所看到的 现在所看到的监控的资料 他们其实非常清楚的 包含说 里面物品摆放的位置 平面图 大门钥匙 还有 我们其实有铁门 然后铁门的形状 就是铁门到时候 他们要如何切割的 那个形状 其实我觉得掌握 某种程度是蛮透彻的 所以前阵子 就是主媒提到 你去看了 爸爸的监控档案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再详细一点 告诉我们说 你看到了什么 心里的内畅 那的感觉 是震撼吗 是难过吗 是伤心 还是是什么 怎么样去打算的 那这个爸爸的监控档案 有多达 多少页 我初估我觉得应该 有上千页吧 就是他的阅读量是 我觉得 差不多超过五千页 我觉得我可能 坐在那边 好几个工作天 从早读到晚 可能也无法阅读的 完的原因是 因为他很多是手写的 然后所以各个笔记会 比较难辨认 然后还有我不太清楚 他前后的那个 内容脉络是什么 就是 因为他 因为你那时候太小了 跟那个环境不同 我觉得不只是那时候 年纪小 还有其实是我们 对于那个体制 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然后 因为答案资料 有蛮多种的 也有 有调查局 也有警证署 然后也有 当然判决的 就法院的部分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看的档案 比较特别 它是 应该是属于 2016年第六波 找到的 或是公开的 的档案 它比较是属于 政府 侵害人民隐私 因为它去 监控人民 把人民当作敌人的 政治监控类档案 那我参与的那个计划 就是初转会 其实现在 还有在处理的计划 是当事人参与计划 所以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觉得 仍然还是可以去 向初转会申请 那现在初转会 有在做一些 公民参与的部分 就是提醒大家说 我们要怎么样 看这一类的档案 对 因为其实这类的档案 当然只有当事人能看 当事人过世以后 就是直系的学清 才能够看 那至于将来 这种东西 要怎么公开 我觉得是 大家要比较注意的 因为 其实看会 我觉得我有心理准备了 看还是会有情绪在 就是一定的 就是看到有些东西 你会觉得 蛮难过 也会很惊讶 然后也会觉得 其实可能因为 我出生1980年 然后1987年 台湾解研 然后我成长的过程中 台湾是慢慢的开放了 所以我其实 某种程度 也是跟大家一样 就是我是透过阅读 二手资料 再去了解 那个时代 或了解 湛南荣 了解我爸爸 那个时代 我都已经这样子了 我觉得 现在大家应该会 更难想象 那个被控制的恐惧 或是被控制的程度 那我觉得很多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了解 是这么的透彻 你不了解是被控制的 那么厉害 那真正了解的人 我想某种程度 应该也会非常的恐惧 或者是非常 就是 嗯 是会很不一样的状况 是 我看到的东西很多啦 像难过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那先讲好了 你刚刚用了形容词 一个是觉得很难过 也很惊吓 嗯 那觉得最惊讶的部分 是在哪一个地方 连铁门的形状都有吗 嗯 其实真的蛮多的 就是 比如说传真机的型号啊 哦 连型号都 你现在问我 我家的传真机型号 我都讲不出来 可是他们掌控了 你们传真机是哪一型 但其实要了解说 这些资料 我去的时候 我清楚的知道说 它有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它毕竟是人写的报告 它会有某种扭曲 或者是它可能为了 自己工作的绩效 它会要达到某种效果 那这些资源 情报资源是它拿来运用的 比如说包含里面 会写到就是 夫妻吵架啊 这怎么会知道呢 没有 就是 所以我不太清楚 他们如何判断 或者写到 父子不和啊 就是说我爸爸跟我 爷爷 阿公 就是父子不和 可是其实这是 没有的事情 对 那也有会写到 就是 就一记录 比如说当时候 1989年 这样的人过世之后 主流媒体报导 有一度说 他是精神有 有问题 那很有 但我去看的时候 其实内部 就是有一份报告是说 他们查五 就医的记录 对 那你就知道说 连他的就医记录 每个医院都去调出来呢 对 其实我觉得 现在回想来 其实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你只要掌握 那时候各机关 应该都有人二事 或人事事 然后警察 各地警察局 也有保防科 然后 像 教育单位 其实也都有 类似的机构 所以 其实我看到了 我爸爸从小学 中学 高中 三所大学 的成绩单 然后 当兵时候的 等一下 小学的也有吗 对 小学成绩单 都需要调出来 都存在答案的 没有错 那当兵也有自传 当兵他自己 手写的自传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们现在比较 现代人比较难想象 一个叫做 笔记记录表 就是笔记记录表 就是你可能 要写十句话 比如说什么 反攻大陆 复兴什么 然后 他是要记录 你的笔记 把这个也都 留存在答案里面 我觉得他其实 只要跟国防部调 其实这些资料的 收集会诊 是可以做到的 那 但小学成绩单 没有那么简单 要去各小学 国中全部都调来 但是其实如果 学校有人事室 或者资料室 那样的组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时候 我们说党国 党就是国家 那他要掌握 其实我后来 回去对照阅读 1950年代 60年代 英海光学的 一篇文章 叫 薄西国民党 里面其实就 讲得蛮清楚的 他说的确就是要 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他们认知到 也认为说 因为为什么丢掉中国 是因为 没有掌握这个系统 所以来台湾 必须要掌握学校 然后各个 就是能够掌握的组织系统 所以台湾人 在这样的状态下 就是生活了数十年 那所以你刚问我说 看的时候的感觉 是什么 我觉得我 惊讶 可是感觉又好像 又没有那么惊讶 我只是觉得 有点荒谬 就是我某种程度 在阅读档案的过程中 就是找到很多 看到我爸爸的资料 我是 我居然会觉得 很 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不高兴 就是这些都被 保存下来 我觉得荒谬的是 这个部分 就是他好像就是 有一个人 帮我们收集好 所有跟 郑安荣有关的东西 对 那当然还有 除了他 学籍资料 或当兵的资讯 还有包含他 后来就 开创杂志社之后的 一些 记录 包含比如说 那时候 有出版事业登记证 出版事业登记证 我们就是要 相信文局申请的 那个 但比较 比较特别的是 他后面还会有 付一张报告 是写 那个人的 就是政治倾向 就是会有一个 表面的报告 跟一个 后面 事实上 后面的报告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郑南龙先生 他的爱女 郑竹梅 他作为 这个 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是 台湾的自由时代 这是一个女儿 延续爸爸的生命意义 所以竹梅站出来 来讲这一段的 他去看到 五千字的 国民党的监控记录 我听起来是荒谬 可是我心里觉得 非常难过 我们现在先 记下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大家 我是文章 我是余燕 今天来讨问的是 自由时代的创办人 郑南龙先生的女儿 郑竹梅 竹梅他刚刚提到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议程 他去靠了 促展会里面 有关郑南龙先生的 监控档案 多达了这么 要看好多天都看不完 对不对 五千多年 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到现在应该也还是没看完 我只能看到一个程度 那其实这些档案 应该也还不会是全部 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只能 搜寻到一个段落以后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说 台湾目前的状况是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 到底有多少档案 因为有很多档案是 还不知道在哪里的 对 对 里面像国安局啊 过去的救警总的资料等等 但是我很好奇 像是国民党的党史 或者是可能也会有吧 我猜测啦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知道 就一直有传闻说 在警总就要检验前一天 那警总彻夜大火 某些地方在都是有像火灾一样 还进动救护车 那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但就是听说都在焚回档案 可是你刚刚提到 这里面有家人之间 比方说这个可能跟谁不合 爸妈可能吵架 这些可能不是事实 但是都是谁告密的呢 可以想见这些一定是身边的人 那所以你们后 你和你的妈妈叶绝安女士 后来有没有去查 可能谁是告密者 谁是监控者吗 那当这当中是不是还有 接替监控的人 不断的监控着你们家庭呢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我去看之前 我就告诉自己说 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说谁是料杯啊 而是说是 是那个体制是什么样子 但的确我看了以后 的确也会 因为资料量太大了 比如说里面可能就会是那种 某年某月某一天 去某个餐厅吃饭的谈话记录 然后就被记录在上面 然后当然它可能也许是 A高速B B高速C 然后再有 再有他们就是 往上称 其实大家要想一下 它就是一个公务体系的行政 某种程度的运作方式 那的确看了以后 我就会想说 那难道是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人吗 还是说是吃饭的时候的人 对 可是我 我觉得目前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 里面的叙述是不是真的 就是 然后即使是当事人 像我妈妈 她可能 也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时间太久了 就是我们不可能记得说 那一次 比如某次餐厅的谈话内容是什么 所以 然后我也不清楚说 这些 人在当时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所以 我觉得我目前比较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的确希望 没有曾经一丝的怀疑过 那不就是那个谁 在当天在现场吗 我觉得我因为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所以我 我比较没有办法光看资料 我就判断出 那是谁 因为里面 当然他们都会使用就是代号 就是 化名 就是他也不会是真实的姓名 所以 呃 我 光看我是没有办法 那也许 真的是 处在那个时代的人 也许一看 可能可以知道 可是还是一样 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 首先要知道 这些人在那时候扮演什么 因为很多人 也有是某种程度是 我有听说过 也有是 不管是 为了奖金 或是是 被协谱还是 总之有很多 很多样的理由吧 也许是 因为我毕竟不是那时候的当时的人 我也不是当事者 所以我比较难 体会那个感觉 但 我的确希望有一天 我们如果愿意的话 是可以出来一起对话的 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怎么去看 那个时候的事情 我听你的语气 就是虽然 呃 总觉得你眼睛闪烁的泪光 可是语气都是平和的 哦 但如果我可以想象 如果是我的话 此刻就在想 哎呀 那天的餐厅旁边 那不就是那个某某人 我平常那么信任他 原来他是叫北亚 我 呃 我觉得首先我要说的是 因为我是以家属的 我是以女儿的角色去看 所以我不是 我不是夜绝安 我也不是正男容 所以我的确某种程度 会比较 就是 远 距离远一点 而且你都准备好了 呃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准备好了 对 而且刚刚讲的只是比较轻微 但是 如果说是比较 更重要的资讯 因为我知道有些政治受难者家属 他们遭遇是更痛苦的 比如说他 高密 性命就没有了 我觉得那就没有办法 那么 那么淡的待过 如果说是涉及性命有关的事情的话 所以 这样子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 目前啦 我没有办法回答说 会不会想知道 我会不知道 也许 因为也许将来 这些 抽丝剥茧的 对 我觉得我还在寻找的过程 就阅读跟解读这些资讯的过程之中 但是你愿意跟他们对话 是不是有人会良心发现 愿意出来来跟主媒对话说 对不起 我当年就是因为欠钱 或我当年什么事情被胁迫了 所以我才不得理做那件事情 或许可以来一段对话 那么 呃 你的妈妈叶绝兰女士 她有去看这些正常用的资料吗 那还有 她自己是不是也很多这些资料 对 其实 呃 后来辗转得知 其实 呃 叶绝兰本身后来也有蛮多的档案 因为原因是因为 其实当他们要监控一个人的时候 他其实会把他的人际网络整理出来 比如说他会把 呃 他跟 ABCDE 的 的关系 然后会把他分级说 具不具有影响力 嗯 然后 那可能太太通常都会是某种程度具有影响力 那后来 当然随着 呃 越决然也是 呃 参选 呃 参选 对 然后所以其实他 一直到他当选立委 我想到1992年都还有在被监控 嗯 但我妈妈她选择不要去看档案 但是我也理解她为什么 这么做 因为 也许看了的确会对人性产生不信任 即使你会开始就是 会想很多 嗯 对 但我比较惊讶的是说 诶 即使当选立委委员之后 哇 也还是持续被监控 还是持续监控 对一直 我觉得 1992年 我后来才回去查1992年发生什么事 其实1992年是废除刑罚100条 废除刑罚100条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年 嗯 所以他后来还是被监控了许久 妈妈的档案跟爸爸的档案 哦 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妈妈的档案 对 就是他必须是当事人才能够去看 了解 对 可是听说他的答案也是非常多的 哦 那在那些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看到这么多 以我来看是触目惊心的答案之后 呃 这段时间 或那段时间 有没有很心疼你妈咪 尤其他从政之后 呃 你觉得这些 你对于妈妈的 这些年来两个人相依为命好了 后来共同扶持 我觉得 我看你们比较像是朋友 呃 你怎么看你妈妈呢 其实小时候 呃 九岁到十几岁到大学之前 我们 在家不太会谈爸爸 然后 应该是说 小时候 爸爸是扮白脸 妈妈扮黑脸 所以 而且小时候 后来爸爸就过世了 我某种程度 是不喜欢妈妈从政 所以会就是 嗯 然后 呃 母女 应该说 不太谈 然后 政治你都不谈 在家里 我会听他们 听他们在讨论 对 那我自己可能就是听 对 然后 我觉得我是上大学以后 读了女性主义的书了以后 上了课以后 我才发现 对啊 为什么我某种程度 其实我心里有 怪妈妈说 你为什么要从政 改变我们家的生活 但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说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怪妈妈 为什么不是说 是爸爸的决定改变我们 对 应该说是时代 呃 推进 让很多有良知的人 不得不站出来 改变了这整个时代的命运 哦 我自己觉得啦 嗯 哦 那但是 呃 我知道你现在是身为 郑南荣基金会的董事 那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延续 郑南荣先生生命的意义呢 啊 我 我觉得 我觉得 呃 他就存在在我们讨论他 提到他的时候 就 有的时候 呃 像我们经验馆近几年 有比较多年轻的朋友来参观 那如果愿意留下来谈一谈 或参加讲座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都会感觉 其实郑南荣就存在在我们谈论其他 或他相信的价值的时候 那 嗯 我觉得这是 这是很难得的 然后 其实我没有想到延续生命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但我只是觉得 呃 不管是谁啦 就是逝去的亲人们 或逝去的重要的人 他都会活在我们的心中 只要当我们想起他 跟谈论其他的时候 所以 也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让 这些人的故事 或是 持续的被讨论 持续的被提起 那同样一件事 我们持续的做 其实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层次 这个是我 自己的练习啦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从 从 呃 这 这一二十年来的 的感觉 就是我其实并没有对于这些议题 特别的 了解 我只是 每年就是一直 看着他们 每年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尤其赞兰荣基金会 他保存了当时火灾发生的那一刹那 很多的原状 然后去到现场 就是有一种 呃 游然肃静的心情 而且这些年 在你们很多 呃 志工 还有基金会的努力之下 他是赞兰荣先生变成年轻人的 那不死的偶像 呃 去的年龄层也比早年都来的年轻很多 这其实也是我们蛮惊讶的地方 那也是感谢年轻的世代 给我们的回应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我们是 受到他们的鼓励 对 因为我们保留那个呃 被烧毁的总编辑是 虽然他当然也会跟以前的样子不一样 因为随着三十年的时间过去 但呃 总是希望大家到那边可以某种程度 也是跟那个时代尝试对话 因为人总是这样 有的是要看在呃 面前有个具体的东西 你比较才能够有所感受 对 那个那一刹那看了之后 你还是会很震撼 呃 会想说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 而现在又是怎么样的时代呢 呃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我现在访问的是 自由时代创办人 郑南荣的女儿 郑竹梅 呃 等一下我要问他就是 这段时间中天 呃 常谈到言论自由 我超想知道他的想法 那你现在先要跟着 今集的公告 继续 欢迎大家 问本庆三 我是余燕 很主持人的好问的 呃 是郑南荣基金会的董事 竹梅 那请教郑竹梅 就是这段时间 中天新闻台为了所谓的言论自由 呃 一直来发生抗议 那你怎么看待 中天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呢 呃 郑南荣那时候主张 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所做的抗争 那但是他同时也有说过 本刊文则 于律游总编辑 郑南荣负责 也就是说 言论自由也还是要 有责任的 你必须对自己讲的话负责 那我想作为一个 呃 专业的媒体经营者 应该也要付出 媒体经营者 应该要负的责任 嗯对 就是文则要负责 他不能是八一的 是谎话嘛 对不对 这才是正常人的精神 对我想新闻应该不是包括谎言 嗯对 但是在国安 呃 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或者是说变成是呃 敌国渗透到台湾的媒体的这个部分 如果令真在世的话 他会怎么看待呢 我通常不太会回答这样子假设的问题 因为我不是正男人 所以无法设想他怎么回答 但是呃我可以作为一个我现在的台湾人 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能够阻挡这样子的渗透 但是我们也必须练习如何做媒体的试读 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这样的消息来源 然后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被渗透的 这可能都是需要大家联系的 嗯 所以本刊文则都是由呃 不是郑竹梅负责 本刊文则一定有总编辑郑男人负责 也是送给渊言姐的 我们呃 今年初的新书 他其实是从呃 时代杂志的编辑室的话里面呃 选出来的的一个文选 有33篇 然后是把阵容的话就是还是我们都没有跟动 然后就是放到现在读 就是我们选出认为到现在还是可以读的 那我们呃 呃编辰本书的理由 并不是希望大家就是都觉得他讲的话都是对的 而是希望说他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大家来思考讨论的一个媒介 对哦 非常珍贵的礼物 我们要的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自由 啊还有你们所画的这一些的插画 都是非常呃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当代年轻人完全无违和感 而且这个就是你们当时的旧时代的对用色用调 红绿黄 对那是那个印刷的原色 然后这本是跟豆点出版社合作的 那他们很用心就是用这个呃那时候时代杂志的元素去做 那为什么取一个这么长的名字本刊文则一律由总编辑正男荣负责 非常长的名字 可是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时代杂志的目录里面看到这句话出现 那同样的也是我其实今年度去看档案的时候 我也在情志单位的报告里面看到这一句话 只是他的解读就会跟我们非常不一样 他是说呃真的他们认为正男荣有悲剧英雄的倾向 因为他在杂志上有些文则一律由正男荣负责 啊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人最重要的一句话 像我在这里访问竹媒 所有的文则当然是我要致富啊 对不对 结果但是情志单位却有不同的解读 我想这就是一个不同的观看角度 所以我其实也会是说 哦那时候这样看的人 那现在怎么怎么看现在的事情 啊至于这个是 哦这个图形 那边是我们也是今年度的展览 插画展的话 呃这一张是插画家糯米画的 他是把我们以前杂志社的平面图 画成一个呃立体的示意图 那是帮助现代人了解 以前杂志社怎么运作 你看以前有打字组 嗯 或暗房 啊只是现代人不太知道什么是打字啊 哈哈对 但是但是的确 讲到这个就是打字组也是呃 时代杂志是 只有时代杂志是当时党外杂志 唯一自己有打字组的 那我一样也是在情志单位的报告里面看到 他们说也因为有打字组 所以他们比较难知道说杂志的内容 因为有些党外杂志拿到外面打字行打 那的确会因为这样泄露出去 我要提早被插进 对 所以所以我可能呃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会比较能够理解说 那个时候的氛围是什么样 那没有经历过的 我们就是藉由这样的阅读 或是这样呃的转述 让大家去了解 那时候对言论的潜质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呃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确买时代杂志都要偷偷买啊 是 对 今天有没有 老闲今天有没有 是是 哇这个看起来好像重访当年一样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事情了 这个 然后上面这个书上面写 挺身而出才能使独裁者无胆施暴 我觉得讲的也是非常 就是我们台湾人好国好民这样的一个心情 这个呃一般的人买得到吗 可以在呃应该各大书店买得到 那是 当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真男容基金会来购买 真男容基金会现在还可以呃这个捐款吗 哦有 谢谢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有网页呃可以到我们官网 然后我们有接受网网路上比较呃单笔捐款或小额或是定期的捐款 对那呃大家就直接在线上就可以作业 不过也很欢迎大家到我们呃战人容纪念馆 那也是时代杂志的原址来看看 我们就在捷运 台北市的捷运中山国中站附近 就中山国中后面 对 郝文斌市长时代是把这一条定名为自由项 我觉得非常好 这是我要称赞郝市长时代的政绩 但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自由项里面所接触的言论自由的意义 和你现在所看到部分媒体所讲的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同啊 当然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国会看到很多暴力的行为 或横扯的行为 那你觉得这些你看到之后的想法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哦我觉得民主是呃是就是不断往前进的过程 有的时候看似前进但会往后退 就是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在里面挣扎跟互相辩证彼此的意见的 所以我们其实要珍惜这样子呃言论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们应该持续的发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主张 所以我觉得呃议员在国会呃议堂里面就是就他们的主张 去做言辞上的争辩 这是这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至于暴力的部分我认为还是是以不伤害人为原则 因为我记得我听我妈妈说过以前就是他们在打架 也不会有比如说尖锐物啊 嗯或是什么真的实质上会 呃十分伤害人身体的状况出现 也不会丢出猪的肠 嗯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过程啦 对啊就是台湾其实呃也要对台湾的人民要有信心 就是我们就是必须我们也没有别别的选择 我们也只能持续的往前进 对我知道你曾经去德国看他们的转型争议机构 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什么 还有他们有什么是值得台湾继续学习的吗 就是那时候呃刚好有机会去柏林拜访几个呃转型争议机构 那但是因为德国呃我们我那时候就会问一个非常台湾人的问题 我问说呃你们是怎么样让社会有共识去推动这些事情 是然后那时候的德国人就回答我说我们没有社会共识啊 他说他说他们也不是等到完全有社会共识才去推动 嗯他说你不要害怕提出你自己的意见 然后你也不要害怕你的意见到明天就会是过时的 就是就是错误的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就是持续要有人提出 然后才会才会有人注意啊才会有人推动 那我觉得台湾的转型争议在非常非常的初期 就是包含其实转型争议几个步骤 我们可能还在档案征集的部分 那当然初转会在明年度任期如果结束 呃希望他的希望他的那些职长可以 就是在各单位政府公部门各单位可以持续被执行 但我想转型争议他的确是个工程 他不是一两年或是一两任总统就可以处理完的事情 他会是需要更年轻的世代去参与 像以德国的例子来说 其实不是在他们第一代第二代就处理完 然后甚至是到第三代第四代 就是孙子甚至尊孙 就是处理阿公阿嬷那个时代的事情 因为距离比较远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某种程度能够比较 嗯 不管是抽离也好或冷静也好去看待 那我要说的是 呃大家看我或于彦杰看我 可能觉得我好像很冷静 或者是很平静的谈 那是因为我很幸运 还有我有就是其实这几十几年的练习 那我们看到其他不管是228的家属 或白色恐怖的家属 为什么他们很多表现出来 或在媒体上的呈现都是很悲痛的 对 那是因为他们的状况就是的确就是那么悲痛 他们能够所给予大家的回应 就是就是流泪 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理解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不是有228了吗 为什么每年都还要出来这样子 但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设身处地去去感受他们 同理他们的话 你可以理解说 那个痛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 所以我只能就我个人的经验这样去做分享 但我也希望说大家或是年轻的时代 其实台湾已经有能力可以去更温柔地对待别人 但你觉得台湾人对转型正义目前的接受度高吗 那现在接受的程度照你来讲 你给他几分呢 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评分 我也不知道说大家接受的高不高 或者是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比如说分享这些资讯 或分享你知道的故事给别人 因为我觉得以正男人来说好了 可能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正男人的名字 还是觉得他是个政治人物 或是还是觉得他是个 其实会某某程度害怕 就是听到这个名字 我不晓得 有些年轻人大概比较不会 就是老一代曾经被洗脑过的人 大家会觉得 哎呀那是台独 那个是自焚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其实他也没有过去啊 因为应该是说在很多人的心里 就是他如果资讯没有被更新 或他的确就是不知道 那时代被掌控的状况是到什么程度 或是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是什么 那的确会比较难 我觉得即使政治立场上主张不一样 可是在一些普世的价值上面 普世的价值就像是民主 自由 人权 言论自由 这些在各个国家都应该被重视的价值上面 我们应该是要能够沟通的 对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郑竹美 那个时候九岁的时候 郑南荣一定是很不舍得的 把竹美 叫他从后面赶快离开 然后接着最后牺牲了生命 要换取台湾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我知道竹美在过去成长的历程中 很少接受访问 那但是上一次我看到你去看到了 这个郑南荣他的生前全部的 国家所监控的资料之后 当时我看到某些媒体采访你 你那些的是激动难过 可是你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现任这个郑南荣基金会董事的郑竹美 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谈了这是台湾的自由时代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女儿已经在延续 爸爸的生命意义了 我们也希望那一段很悲伤的岁月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 去郑南荣基金会看一下 或者打开网站去看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真的非常谢谢竹美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竹美 谢谢宁姐 谢谢 来到临怕屏 拜拜 我们下期见今年的公格 下期再见 怎么了 ру 吃 南药 吃 感谢观看